好继续再来看到台铁太鲁阁号408次列车2号发生事故 造成严重的死伤 那么花莲县长徐真卫5号再次前往花莲市立殡仪馆 那么参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安慰礼拜 那么随后呢也前往大清水隧道口事故现场了解遗体搬运 以及抢通作业 也期盼罹难者能够快点回家早日安息 遇到现在徐真卫前往花莲市立殡仪馆 参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安慰礼拜 与穆斯文一同念诵圣经 愿罹难者能够早日安息 随后现在徐真卫与交通部长林佳龙 花莲地检署检察长于秀瑞 消防局长林伦瑞 以及警察局副局长陈明清 前往大清水隧道口 了解事故现场遗体搬运以及抢通的作业 而事故现场正进行第六节车厢移除隧道作业 要将之后一具罹难者大体移出 由于车厢明显挤压变形 为了保存大体完整 现场移除作业困难度相当的提高 约莫在下午3点18分 最后一位罹难者大体顺利移出 事故现场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 严博文等30位师兄姐也现场送金 回向给罹难者场面爱期 许中会感谢各先事将 政府以及民间团体在第一时间协助政府救灾 也感谢社会各界给予罹难者以及伤患家属光华以及协助 无论是家福社工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七六行者遗体修复团队 幸福同仁伙伴 所有在事故现场的消防特殊救难人员 以及捐赠物资以及上款的民众们 感谢大家用自己的力量献温情 而在后心里重建更是漫长的路 欢迎者会尽一份心力陪伴家属走完最后一程 期盼力量者能够快点回家早日安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